朋友们好啊 三个小时之内 最爆炸式的新闻是 特朗普总统合作的夫人 这个检测是阳性 然后已经进入隔离 我祝福他们这对夫妻早日康复 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中国需要的 习近平习总需要的 中国在崛起的这个路上 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对手 习总在他实践未来的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 这样的政治抱负的这个路上 不能没有像特朗普这样的对手 否则的话 习近平不能成就自己 在历史上的一世英明 中国也不可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崛起 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也就无从谈起 这就像1972年 二月份毛泽西见尼克松 开诚不公的告诉尼克松 我喜欢右派 共和党人 美国的右派是中国共产党人天生的对手 有勇气面对的共产党就有勇气创造自己的未来 我相信这对中国来说 就像一月初 这个疫情降临到中国的时候 对中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一样 但那只是一出大剧的一个序幕 半年多的时间 十个月走到今天 世界已经跟他自己的过去彻底告别了 今天的世界再也不是十个月前的世界了 考验各国领导人 考验各国人民 考验中国共产党人 也考验习近平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时期 已然开始了 无论是对美 还是自己夸下了台湾 我希望 我既希望 我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我 真是希望吧 我也 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 毛主席缔造的这个党 在这样的一个 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面前 也是百年不遇的危机面前 秋吉尔不说 一定要不要错过每一次危机带来的机会 我相信习近平也不会错过历史赋予他的这次机会 否则的话 习近平将怎么样继续自己的政治理想 怎么样继续去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 我说一最直白的话 2022年年初之前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如果 两岸还是像今天这样分治的状态的话 那么 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作为习近平的一个 八年以来的一个拥护者 我就要问一声 习近平你凭什么修宪 你凭什么修改打仗 我们凭什么 如此的拥戴你 我们凭什么把自己的理想 和一个民族的梦想 基于你习近平一身 我相信 我相信习近平不会 与历史赋予他的这次机会 我相信习近平不会辜负一个民族 对他的这份期许 我相信习近平不会辜负历史 我相信习近平会带领着毛主席创建的这个伟大的党 带领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到今天的这个历经苦难 在学与火中 一路走来的中华民族 去开启自己的未来 这是我说国史的一个题外话 很多朋友问我说你西美哥未说过时 到现在为止这个反应也不是很多 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一些朋友一样 说一说或者穿插一些时事 我相信老朋友都能看得出来 我不蹭热度 今天是一个特例 因为我今天个人有一个事 这个结果让我很满意 还有就是今天特朗普在美国大选 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深染重疾 然后整个股市也好 这个雨情也好 都随之急转直下 所以你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在崛起的路上 必须面对美国 中国你面对美国 包括习总面对特朗普 或者其他什么美国总统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今天的世界 这个话语权 确实依旧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习近平的这个特朗普 这个检测的结果是个阳性 世界就能发生如此之巨变 在第一世界 这就是美国的影响 这就是美国的领导力 我们中国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1970年9月9号 保守西去世的时候 我曾经在做公众号 后来给我疯了 我做公众号的这个时候 曾经发过一个文 就是毛主席去世以后 全世界的反应 哎呀 现在你再找找那篇文章 找不着了 我自己可能 我自己还可以在电脑里 去重温一下 那才是中华民族最悲痛的时刻 因为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走了 但那也是中华民族最荣耀的时刻 因为毛主席的去世 你看在整个世界 带来的那种海啸般的震撼 嗯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分子 都应该以自己的民族 曾经诞生了那样 一位千年的伟人 一个全心全意 为人民的幸福 而鞠躬尽瘁 死而后裔的 随时准备自己粉身碎骨 而无所顾忌的 人类的伟人 为他而感到骄傲 今天都快十分钟了啊 这是蹭热度 也算今天的开场白 天佑中华 天佑中国人民 天佑美国人民 天佑世界人民 我为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血 安得以天抽宝剑 将入即位散解 毛主席 环球同此凉热的 这伟大的梦想 会实现的 会实现的 那么 好 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国史 913事件中的黄耀上 9月12号的晚上 就是林逗逗 最后跑到了张宏 江坐哨 这个报告了 叶群和林立国 要挟持林彪出走 然后那个张宏第一时间把电话打到了北京 打给了张耀辞 张耀辞第一时间报告了王东兴 王东兴第一时间 报告了 正在人民大会堂 这个领的一帮 政治局委员 和有关人士在研究 这个世界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 草案的这个周恩来 黄永胜 是参会人员之一 那么周恩来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第一时间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就是封闭了会场 任何人不许回家 不许离开大会堂 第二个决定 那就是自己在大会堂东大厅 找了一个小房间 把自己关了起来 有了一个近一个小时的 这横空出世的酝酿过程 这个一个小时以后 这个满天过海 神来之彼啊 这个计划就横空出世了 那么可以说 第一北戴河的事跟黄永胜没有关系 他不知道 甚至前天我也说了 这小舰队的事 黄永胜 他应该是 这这这这这 不说一无所知吧啊 事实上他是应该说啊 他是一无所知 他不可能知道 嗯 我相信无论从 因为叶群也不一定 也一定不知道这个 所谓五七一的细节 他儿子做这些事情的详情 啊 你更不要说林立国的嘛 少壮派军人 其实他们在 酝酿的过程中啊 他们要拉大气做虎皮 然后要坐实了这个 这个毛主题重判亲离 这样的东西 他们可能会拉着黄武李秋 但是他们从来不会 哎 这些人 他们其实 他们对毛主题可以做出这么多忤逆的事 啊 其实呢 他们甚至对他的爸爸 对林彪 嗯 包括黄武李秋这些人 他们打心眼里是 不佩服的啊 他们是 呃 对这些老子们 他们是这个 可以尊敬 但是呢 他们是看不上眼的 他们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不可能拉这些老人 他们认为他们 老老了啊 他认为他们保守 他们他认为 他们认为他们 这些老人们 归根结底都是毛主席的兵 嗯 他们 认定这些人关键的时候 是不一定能跟着他们一起 做这种他妈的忤逆之事 嗯 所以黄永胜 一方面啊 对小舰队那边的事啊 是一无所知的 第二呢 就是他对 他在大卫堂 这个那是在哪个厅啊 他对已经不在这个厅里面 在旁边开了一个 房间开始办公 开始 这这酝酿 操作这个事啊 那装人来的那些个东西 他更 一无所知啊 更一无所知 装人来当天晚上呢 只是拉了这个 因为飞机是空军的 拉了 无法先 机场是李作鹏的 这个海军航空名呢 武师的机场 上海关的机场 所以拉了李作鹏 为了坐实啊 因为这很简单啊 周兰那么聪明的 他也知道林彪跟黄旅旅的关系 那么这个 瞒天过海的计划 这个 这这这 横空出世 他要自己操作的话 这 这不受人一禀吗 那你不用露出马脚 这马脚就在这摆着 所以他一定要拉上这个垫背的 一定要拉出一帮 这个炸弹 放在他的前面 一个到时候需要引爆的话 在他的前面以后 一个一个的炸弹去引爆 烟雾弹去引爆 最后他才能全身而出 全身而退 那么包括黄永胜 周恩来也没放过他 所以这就是周恩来当时说这个 这个后来这个给李作鹏打电话的时候 说这个256号 在上海关机场256号如果要起飞的话 不能起飞 如果起飞 他必须经过他 就是周恩来本人 加上黄无礼 他们四个人联署 同意才能起飞 那么这也就是他最后把李作鹏给装下去的 这个说辞 李作鹏 参谋处长 周恩来打电话跟他说这个四条 他逐字逐句的记录 旁边还让他这个他太太啊 也在旁边是他办公室主任嘛 他这边一边听着 你说一句我重复一句 你说一句我重复一句 然后一边重一边记 他太太在旁边也记 最后他太太的记录和他的记录完全一致 就是这四个专栏黄李秋 而不是黄无礼 都有他们四个人 这个同意才能够放行 没说必须四个人联合签署才能放行 这个李作鹏每一句都最后 你说我重复 然后问你 是吗 你说是了 他这样一下记 他的职业习惯 他就这样的话把无礼放进去 把黄无礼放进去 但是周恩来可以名正言顺的说 为什么 因为这么大的事情 涉及到海军 涉及到空军 你黄永胜是总参总长 你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 甚至你就是主持周恩来军委工作 日常工作的人 啊 那么我把你拉上来 让你联署 这很正常 这就是周恩来的聪明之处 但是黄永胜一头雾水啊 黄永胜9月12号晚上到9月13 他压根不知道周恩来把他抓进去了 他也不知道913事件的这个内情啊 所以这个 因为没有参与913事件的整个处置 不像无法宪和这个李作鹏 所以黄永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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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儿子啊后来还讲 说我爸爸因为不知道这些事了 结果913号 这个这个跑了 都已经认定跑了 跑出国境了 然后这个坠毁坠毁 这个项永胜发出来的 说910 10到个人就白天吧 那么就是当时参加912号参加 这个12号参加 四级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的这些人 都疯起来了不让动了 那么后来呢这个 跟他们就通报这个情况了 这个黄永胜 还在周恩来面前一通表现 跟周总理说 说既然飞机吧 外网飞了 往苏联飞了 这北边现在形势很严峻 这个他就 本职工作啊 就跟周恩来说说 哎呦这南口不得驻兵啊 这北京的屏障啊 北边的屏障啊 万一北边有事的话 南口 是不是 义父当官呢 保卫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建议周恩来 南口要派兵 要派一个师 驻扎去 所以这就是 这个应了什么呢 这换上耳朵的回忆 应了这个北京卫戍区 当时这个司令这吴忠啊 吴忠就是在回忆的时候 后来回忆的时候 就否认说毛主席在9月12号的下午4点来中 在封台的时候 把这个李德生 基登奎 吴忠 吴德他们四个人叫到专列上做一番交代 谈话 后来李德生他们回忆说是 毛主席让李德生 这个调三十八军的一个师 啊 住南口 然后很多又派公知们 那么王八蛋们就说毛主席 说把这个兵都派好以后 当天晚上就要对林彪下手 吴忠就否认 吴忠说根本没有这事 自始至终 自始至终 我都参与了 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 毛主席从来没提过往南口派兵的事 并且吴忠说的 言之糟糟糟在哪 吴忠说 三十八军 住地在哪 在保定 你下午四点多钟四五点钟 谈完话了之后 李德生啊 北京军司令 然后这个基登奎 是这个吴德啊 基登奎 基登奎 北京军区的这个政委 就是你临时就第一时间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你给三十八军打电话 啊 然后告诉三十八军南口出兵一个师 从保定 从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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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队伍整装待发 整装啊 你要知道那个三十八军那个作为战略一部队啊 一个师啊 一一二一一一三呢 你还一一一四呢 有了那个师啊 这都是主力师 你要整装啊 所有的架势全拿齐了 集合完毕 之后你再计划不得 那个时候中国军队的计划 你可以想象什么水平 也顶多坐机车 你要拉到南口去从保定拉到南口 得多少个小时 你想一想啊 到那以后 你还到南口以后 你还得选择布房啊 阵地啊 是不是啊 然后整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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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为这个巩卫北京的这个一个旅行 公卫北京最后一道防线的 所有的这些个军事的这临时的措施都搞完 你就挖个猫尔洞这多长时间 所以吴忠就说你这个时间他都来不及 所以主席是 假如说是右派他妈说那些混账王八蛋的话 毛主席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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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 那时间那都不够 是不是啊 嗯所以呃 吴忠就断然否认毛主席当年当初跟李道生基登归交代南口出军的事 嗯 那么这个黄永胜的儿子啊 这个说的这个事说他爸爸 近年献策跟这个这个周恩来说南口派兵 还想表现表现 但是由不得他了 哈哈由不得华永生 这个还是吴忠的回忆 吴忠回忆说13号的早上三点多钟吗 不到四点呢 这周雨驰和于勋也 李伟信这帮家伙不就他们 这个出示林彪的这个首令吗 当时不让起飞了 但是他把林彪的所有林彪的首令给出示 给这个西郊机场 然后这不就起飞了吗 直升机就起飞了吗 就要逃吗 往北吧 但出逃未果 后来不就在这个就破降了 破降了之后 然后这个现场不就封锁起来了 封锁起来 这卫生区部队就封住了之后 就开始清理现场 以后这个几天之内 就在这个破降的现场 就发现陆陆续续 就发现了这个 捡到了这一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纸片 都四岁了 都是四岁了 这个 然后这些纸片呢 有的就能合上 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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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了有红铅笔写的字 有那么一页纸 但残缺不缺 残缺不缺 并且你想好几天呢 这 啊 风来雨去的 听说还下过雨这两天 嗯 秋风瑟瑟 嗯 这个 收集去了一队吧 哎 这个 意思 大致有了 但因为 意思大致有了 并且看到了林彪的这个签名 当然 他是不是林彪签的 这大可以疑问啊 这个叶群早就 啊 包括领着秘书人都模仿 这个林彪的这个手继 啊 林彪的签名 啊 那那整个王八大兵刚开始的时候什么 叶群代表林彪参加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啊什么 包括什么 抓来召集什么会的时候 嗯 多少的时候 从毛家湾带出来的东西 他妈他就不是林彪看过签的字 很多林彪的意见他就不是林彪写的字 现在完全可以认定 完全可以认定 嗯 所以这个 搜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些碎片 什么手令 上面看到林彪的签字 什么真的假的 大可以存疑 嗯 嗯 这个手令是写给这个周语池和这个一群也的 啊 这手令啊 还发现了一封信 啊 信是谁是林彪写给黄永胜 啊 但是这封信呢 尤其林彪和邪和黄永胜这封信 撕的更他妈碎 啊 就是怎么找怎么找 这个这个碎片就对不上啊 就对不上 这费了劲了 啊 最后这个碎片呢 分了好几天啊 陆续的送来送来送来 捡了一片就送了一片 送了一片 对一片 啊 就对一片 然后这个附近的庄稼地里头 啊 汤了个差不多 说把人庄稼都给破坏啊 最后都赔偿了 哈哈哈哈 听说高价赔偿 然后这个怎么对最后吧 还没对上啊 最后呢 这个周恩兰就说 说让公安部来啊 公安部有专家 技术专家让他们来 李震他们就派了公安部的人过来 那很快就对上了 基本就对上了 还有一两处 开天窗 差不多对上之后 就赶紧就联合到一起 就送到大会堂给周恩来了 周恩兰一看 周恩兰一看 这个 这封信 下不住全 这抬头是去的 上面写永生 中间开了小天花 永生 永生 永生是不是 收信人是永生 这永生是谁 这在大会堂现场 周恩兰看到了之后 然后这个 那时候因为 9月13号的凌晨 就是 林苗他们跑了以后 两三点三四点 周恩来不就是 跟毛银请示完之后 就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到人民大堂开会 就商量对策 后来 因为大家很多都在睡觉 后来召集全力的时候 秋一做回 也是早上六点来中 人才到齐 那么这个 开始就在人民大堂办公了 吃哈拉扎都在大会堂了 这个 这封信这个碎片搞了以后呢 扎布尔给周恩兰送了 估计这也是14号15号 差不多那个时候 中间开一天窗 周恩兰看 看了之后是永生 这写给谁呢 看不明白吗 他就把这个 这这沾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封信 就给大家传阅 当然了就 吴里秋他们都在啊 是不是啊 那就他们也都看了 哎 然后这个 周恩兰事后说 啊 这个这个 周恩兰事后说 说说这个 这个无法信 李作鹏和秋一做 哎 看了这个条子 又粘起来这个条子以后 哎 都说说没有这样的人 谁叫永生啊 林彪 还认识哪个叫永生的人 啊 这个永生什么永生啊 哈哈哈哈 就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呢 嗯 说这个 吴里秋 表现的都比较差异 啊 装的也挺像 也可能也都知道 但装的比较像 但是因为失误关机 哈哈 这个 然后就是装傻冲浪 嗯 但是后来这个这个 这个沾的这个东西 传到黄永胜这个手里 这个地方 说黄永胜看过了以后 人在那座椅上 就塌下去了 这一腰就坐不直了 就在这沙发上 要塌下去了 说看着情绪就非常不好 这装来说了 装来后来就是 那民标凡党集团 这材料或者会上去 装来说 说黄永胜看着就就 就坐下去了 就在那座椅上就坐下去了 情绪很不好 嗯 说又过了一两天 你看又过了一两天 风又吹过了 雨又刮过了 又灵过了 哎 哎怎么神奇的这个现场 就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一个小碎片 把这个碎片又送到了大会堂 喀巴正好就对到了永生中间 一个月子 一个月子 这就成了 吧 林彪署名在底下 信的任务都有 抬头是永胜 谁是永胜 哈哈哈 说周恩来看完以后 就赶紧说到118厅给毛主席看 嗯 毛主席后来说 毛主席后来说 说什么 说总理亲自保证 很清楚 这是林彪给黄永胜的信 这是毛主席说的 毛主席说 总理亲自保证 这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 那这就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了吧 这 黄永胜你有口难辩了吧 你敢说你跟林彪这个集团没关系 是工作关系 哈哈哈 哎 你看一番神操作呀 啊 最后小子小纸片拿过来 卡巴 把他一放 就坐实了黄永胜的 在林彪集团里的地位 在林彪集团里的地位 啊 这也就是 周恩来 对邱会做 打的保票 哈哈哈 这就是周恩来 甚至包括对黄永胜他们的 保票 嗯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对 啊 谢谢观看